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环境最前线 永续台湾最前线 我们今天是要来讨论永续台湾的一些发展 我是台湾环保联盟的秘书长 是董建宏 今天很高兴 我们邀请到台湾环保联盟的创会的重要的大佬 也是我们的会长 前会长 高层颜老师 来跟我们讨论 在有关于台湾在发生核能灾变的几率的可能性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灾变之后的一些状况 事实上全世界的许多的核工专家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发生核能灾变的机会为乎其为 可是在短短核能的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 不到六七十年的历史里面 我们的人类已经见证了三次重大的核能灾变 更不用讨论说其他许许多多的细微的或者是稍微比较轻微的一些核能事故 这些的事故的发生 这些灾变的发生 事实上都对我们人类社会已经引起了重大的危机了 那么我们回顾第一次将核能的能力用在人类社会里面的像那个 爱因斯坦他们这些科学家 事实上在事后都非常非常后悔他们将这个科学的怪兽 这个本来被固存在地球里面的怪兽把它释放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一个科学的角度 从一个比较计算科学的角度 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看 到底许多环境科学家们所主张的这个核能发生灾变的机率 跟环工学者他们在讨论的就是发生灾变的机率的可能性 之间的落差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又要怎么样的去看待去面对 整个核能灾变发生的时候 它的危机跟风险会是什么 首先我们就请高老师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在科学上 应该要怎么样去计算所谓的事件发生的机率 我想这个事件发生的机率 平常有一个是所谓的设计值 这个工程师他希望达到怎样 以及实际上是怎样 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1986年车诺堡事件前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我是在美国 然后我去波士顿 找我一个非常好的一对夫妻 他们是千大的教授 他们当时正好在 一个在哈佛大学统计系 一个在MIT 应该是合工 反正在工程那边做 做这个访问学者 那我去住在他家 那第二 我到那一天 他说明天晚上 我们同乡会有个小活动 台湾有另外一个访问学者来 他在同学会某某人的家里 在台湾时事的座谈 你要不要去参加 那我就跑去 这个故事我讲非常多次 因为我在那边第一次碰到 张国龙教授 张太太以及他的儿子 那时候大概五六岁而已 可能更大一点 应该差不多十岁左右 那我对他儿子的表现非常吃惊 因为他讲的这个 这个台湾的核电的状况 讲得非常好这样 就是说可以喔 就是核电的知识非常充足 力战勤雄 那我第一次听到张国龙教授的 反核言论 所以我回家以后 就是回到我这个主人家以后 我就问我这个朋友 我说欸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张教授怎么讲说核电很危险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结果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核电厂危险的地方就是他的环令炉 环令炉就超过我们这个房间这么大 然后有重重围主体包住 有五层房屋 发生事件的机会 激励 是百万分之一 如年 就是一个如一年 发生一次 一个如一年 这个叫做如年 他说是百万分之一 我也不懂啊 我就将信将疑啊 结果呢 就是有凑巧 回到 我回到佛斯科尼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 程龙堡事件发生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说 我说哎 怎么一回事啊 他说嗯好像有问题 结果再隔几个月 再跟他通话的时候 他说没有问题 台湾的没有问题 因为美国的设计 跟俄罗斯的设计是不一样 我们有维族体 所以很安全 OK 我们现在 所有碰到的这个永和的 所有核电安全的言论 我1986年就全部填完了 基本上 跟这个是完全一样 那当时 我就讲说 这个不对啊 你讲的这个如年 那如果运转几十年 这样下来是怎样 所以我就有一套说法 那我这个好朋友 她太太是统计系的教授 所以我就说 我的算是这样 你就问你老婆 看我这个算法 有没有合理 她老婆当然说 高拐这个算法是合理的 就是统计上 本来科技上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这样算 叫我回台湾以后 就开始 請老师先跟大家说明 老师怎么算 好 我马上会讲 我回台湾以后 我就开始 那再加入这个 環保联盟的反核活动 那那个时候 91年92年的时候 就在立法院里面 那我们就开始在办 那个工厅会 立委 環保联盟 然后什么学者 现在我们也看得到了 然后台电的 或者是 清华和工系的这些学者 他的论调就出来 就是这样 那那个时候 正好有一份很重要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 当时的经济部长是肖安查 那台电开始在提 说核四的计划要解冻 那跟现在很类似 因为现在他不是从欧盟 请了一些专家来吗 说台湾的核电产安全吗 当时就有一个叫做 国外专家顾问小组 国外专家顾问小组 包括MIT的人 等等 然后六个 然后来写了 最后写了一份报告 那给 给肖安查 然后 总结论当然是说 台湾的核电厂安全 但是他里面有一句话 这句话 如果你不是很有 这个感觉的话 你不会去注意到这句话 这句话他的讲法是这样 他说现在以核二厂为例 那个发生熔炉 就是炉心熔炉的激利是万分之1.4 万分之1.4 说起来你说低也好像很低嘛 万分之1.4 一个炉年是万分之1.4 但是呢我就从这句话 那因为台湾大约有185年的运转 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们核一厂核二厂 这个是在差不多1992年左右 那当时 当时的核电厂说是 寿命是30年 所以我就用30年算 核一厂核二厂核三厂 寿命是30年 核四厂 假设开始然后运转 寿命是30年 所以单单核四厂加起来就有60年 其他的一二三 六个基组加起来差不多120年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180年 所以台湾的核电厂 还要再运转180年 180年 然后一个炉年是万分之1.4 那结果会怎样 就是发生熔炉的机会 我就这样去把它算出来 差不多3%左右 那3%高还是低 这个就很难说了 3%是高还是低 就是看后果怎样 后果很大的话 3%是很高 后果很小的话 3%是很低 灰机掉下来 后果很大 在上面的人都会死 所以核电厂如果出事的话 后果很大 我认为后果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3%是非常高的 但是有些人不觉得这样 那我们再退回一步 我换一些例子来讲 我等一下再来讲 如年跟回去的比较 我换一些例子来讲 不久之前 过去这几年 我们听到什么 什么美国牛肉 狂牛症 什么台湾 立法院在那边抗争很久很久 好像说这个不得了 那狂牛症 吃牛肉然后得狂牛症的机会 一倍是多大 一些学这个食物 真的是百万分之一 这原因很容易理解 你说全球有多少万人在吃牛肉 多少亿人在吃牛肉 那得狂牛症的有几个 所以这个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还蛮高的 因为怎样 假设有亿人的话 百万分之一就是一百人 对不对 那十亿人的话 就是有一千人 所以百万分之一 但是 我们很紧张 百万分之一 我们是非常紧张 狂牛症会死人吗 其实也不会 只是稍微狂狂而已 最后拖十年以后会死 所以老实讲 狂牛症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 我一点都不怕 然后我到餐厅去 都特别问说 你有没有美国牛肉 我想吃美国牛肉 因为它比较好吃 它比澳洲的牛肉好吃 所以我个人吃美国牛肉 我没有吃澳洲牛肉 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我读过一本书 这个有点题外话 叫做大崩坏 是Diamond写的书 它说澳洲土地贫瘠 美国土地回沃 所以正在环保运动者的角度来看 我应该吃美国牛肉 不应该吃澳洲牛肉 这是题外话 我要解释的就是 就是这个后果 百万分之一这么一回事 一样啊 我们碰到SARS 碰到什么H5N1 什么H7N9 哇 它都紧张钥匙 那个致死率多少 什么 百分之五啊 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十很高啊 百分之十很高啊 百分之五啊 但是我跟你讲喔 我二十几年前 算说台湾得这个 如新农毁的机率是百分之三啊 最近 最近这个 湖岛核灾以后 我用湖岛核灾的data 当成这个来源 同样的计算方法 再去把它算一次 结果下来是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四啊 所以比百分之十高很多啊 所以我们的 台湾的得癌症 我说 我说 核灾爆炸 就像得癌症一样 台湾的得癌症 或者说得 得这个 这个 艾滋病的 的机会 是整个台湾 就是台湾当成 假设 用一个人来模拟的话 百分之二十四啊 这不高啊 但是大家不紧张 这一点是我个人很难想象 真的是大家不紧张耶 对啊 其实我们都 大概都可以知道 几率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那它当然每一次事件发生 都是一个独立事件 可是我们要去看的是说 就老师刚才提到工程师的逻辑 那我们其实是可能可以 从这个地方进一步去讨论 就是说事实上工程 像我们在做都市环境 都市规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都知道 所有的工程都有它所谓的寿命期 那寿命期越短 寿命期越到后面的时候 它发生的机率其实是越高 因为那个东西就好像 就好像大家最近 老了 对 大家就说最近觉得说 高体好像出事的 出意外的机率比较多 当然啦 那因为它已经run了一段时间了 那所有的运作逻辑 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 我原先熟悉一个东西 我原先不熟悉的时候 我开始操作我会很紧张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要按步骤做 等到我做熟了 做routine了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才是危机发生的观点 那不知道老师 对这样子的进一步的看法会是 因为核电厂在台湾也run了很久 所以那些官员都说 我们这个就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我再来稍微解释一下 短期的就是所谓如年这个事情 我用坐飞机来解释 飞机平常就是说 什么时候最危险 大家都知道嘛 起飞跟降落 飞机就是说 你本来是我用速度来看 本来是零 速度是零 然后慢慢加速加速加速起飞 然后上去有高度有速度 然后速度差不多500英里左右 或者是400英里左右 然后下降 那最容易出事的就是起飞这段时间 跟下降这段时间 就是速度加速 高度加速起飞跟下降 一样核电厂一样 核电厂一样 就是说本来是没有发电 然后开始让他核反应 让他动了 然后发电 然后到一定的时间 要停下来 让他没有发电 他为什么一定时间要停下来 因为要加油 跟飞机 你跑一趟 最后没油了 你要加油 类似 核电厂你 跑一阵子 在国外基本上是一年 那台湾有时候 是说 我们就硬撑要创造世界纪录 所以我们硬撑超过一年 什么一年半 认为这样很好 其实这不对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就是 违反了基本的SPO 就是标准工作流程 那核电厂一样 就是说 基本上本来是一年 所以他在算说 算说出事机率 多少如年 分之一 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也就是说 核电从没有发电到加速到 发电然后到停下来停机 这样一次 大约是一个炉年 一个炉年 然后他说这样跑100 1万次的时候 会有1.4个 那我说台湾有180个炉 180个炉年 所以整体来讲 会有差不多3% 3% 那我回来用飞机来比 中华航空的飞机 从机场 就是说桃园机场起飞 假设我们一天 有差不多100架 假设一天有100架次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啦 20年前 20年前的时候 我算出来是说3次 所以就是他一天 会出去100架掉3架 那现在是 现在的状况就是 一天会出去100次 那掉25架 24架 那你敢做吗 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讲说他敢做 我才不信 那这个是因为他的cycle比较快 就是说你会出去下降 这样一个cycle 所以一天之内有很多cycle 很多cycle 所以你看得见 那核电厂是 是一年才一个cycle 那我们生命 其实蛮有限的 跟核电厂来比 差不多两倍三倍啦 所以我们看不见 那么长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觉得好像很安全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全世界总共累积到现在 差不多400个机组 那你说有几个机组出问题 有三里岛 一个 陈诺堡 一个 然后呢 湖岛 湖岛 有四个 其实 其实 我觉得应该还要算什么呢 算说 柏奇逸宇电厂 2007年的时候 他也发生意外了 他是没有外泄 但是停机下来以后 减修到现在 有三个都没有花过电 那个损失有多到啊 对不对 就是说地震以后 啊坏掉了 他没有外泄 然后坏掉三个 所以这样加起来也有 有九个耶 400个里面有九个 那你看是多少啊 400个里面有九个 不是差不多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嘛 所以我讲百分之三 还蛮准的嘛 对不对 会出事嘛 然后呢 我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个湖岛核灾里面 到底哪一个机组最危险 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我问你好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 正面在讨论这个 你认为哪个机组最危险 湖岛核灾 反正湖岛核灾 大家都还有影响 你认为哪一个机组最危险 你是说就是他整个爆炸的过程 对整个 反正你看下来 你也接受那么多资讯 哪一个机组最危险 现在就是爆炸的一号二号最危险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这四个 哪一个 你认为 一号二号 一号二号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答案是 是每个时间都不同 为什么 因为开始的时候 一号机 先是一号机的壳子 就是微主体 这个微主体就是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微主体就是 亲大家说跟我讲说 东方跟西方 美国跟俄罗斯 设计不同的 最主要的 他就是我外面有个盖子 叫做微主体 这个微主体不同 因为微主体不同 所以我有盖子 所以我出事的话 我很安全 所有东西都在盖子里面 湖岛核灾 他就是盖子炸开了 轻爆 里面轻气太多爆炸 所以一号机先炸开 再来三号机 那最后 他又发觉说 欸不对 二号机的儒心 可能 融 二号机这个水最有问题 最后 日本最紧张的是几号机 那个美国最紧张 美国和华国最紧张的几号机 是四号机 为什么 四号机 四号机 这个说起来很好 很有意义 四号机没有在运转 四号机没有在运转 但是美国和华国最紧张 美国的紧张是紧张到怎样 他本来航空母舰开来说 你出事了 航空母舰来救你 结果第一天 这个飞机上去 找一找 下来以后糟糕 我这个飞机受到核污染 所以航空母舰就往后退 本来在60公里 然后退到120公里 最后退到320公里以外 为什么 为什么他退到300多公里 他就算定说 日本会出现一个大爆炸 大的核爆 就是四号机爆炸 四号机 法国就警告说 你两天之内 没有解决的话 你四号机爆炸的话 会很严重 然后那个时候 兼職人 日本首相兼職人 就讲了一句 非常令人悲哀的话 他说已经做好 东日本全会的准备 准备东京都撤条 包括东京几千万人都要撤 那这个时候 美国下令撤桥 法国撤桥 为什么 因为四号机 因为四号机的 他这个东西 就是说在这个 维珠体 盖的下面 就是在空中的部分 等于在三楼高的部分 他有个叫燃料池 那当时他的印作是这样 这个炉 这个炉就像这样 这个棒就是这样 把它拉上来 放在这个 拉上来放到这个 拉上来放到这个 燃料池 那燃料池 当时设计觉得很安全 燃料池大概有水在循环 结果千想万想 没有想到 这个如果我们问点今天 他说这个发生的机率 大概什么一分之一 什么什么 所有的被炎系统全部out 所以这个燃料池的水不能循环 所以水就蒸发掉 蒸发掉以后 就是温度一直高 一直变高 所以这个4号机 随时会出状况 但是日本政府 他听到了 他听进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 危急的状况是 东京电力说 这个辐射太厉害了 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再下去 这些工作人员会死啊 撑啊 日本首相就说 下令 不能撑 你一撑的话 不只东京电力倒 全日本都倒 甚至全世界都有问题 所以首相下令 不能撑 所有人员不能撑 手相上次 上个月前来台湾 他有讲这一段 他说他很难过 他知道会死人 但是为了全日本 不能撑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 东京的 这个救火队啊什么 过去 就全新的方式 然后他们开始在 空中灑水 救火队灌水 抢救 三号机 他在抢救三号机 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等下解释一下 因为 因为他从空中灑水 三号机炸开嘛 四号机没有炸开 四号机没有炸开 所以他空中灑水 再灑灑灑 试验了一天 说这个方法可以 然后再去救四号机 然后 这个是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 他三号机 用了一个 不一样的燃料 叫做MAX MOX 就是 除了钥之外 它还加了 百分之十的布 所以这个东西 它的燃点更低 它的燃点更低 然后一出事的话 布外泄 哇更不得了 所以他激励抢救三号机 那老实讲 算是天溜日本 就是这一关被他过了 那这一关过了以后 所以 所以他就 开始 开始 温度下降了 那三号机 也让他 温度下降 四号机 也让他温度下降 因为他 他没有其他的破坏 他只是没有电 他只是没有电 所以他就 电力赶快进去 水动了以后 然后就一个一个姐姐 那 日本的辅导盒 在解决的 没有 你去 如果有 有关心 你去看 NHKA的 电视 或者是搜寻他的 网站 每天你都可以看到 他的报导 举个例子 像 像 昨天今天 他的报导是 他开始在想 要把 这个 炉 裡面的燃料 取出来 然后 水 他旁边不是有 有紧急弄的 一堆 这个湖色水 水 水外泄 那现在 有个地方 破洞 为什么破洞也搞不懂 不应该破才两年 那时就破了 所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在现在进行 那这个问题 算是 日本替全世界承担 如果不是发生在日本 我认为都完蛋了 在美国的话 应该 应该是完蛋 因为美国 不可能有首相 下令说 人死没关系 坚守 日本有武士暴精神 所以挡住了 如果发生在台湾 我看大家一下就跑掉了 我想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们有一本书 有一个作者他就写了末日 他就在讨论 台湾核灾之后的状况 那其实刚才高老师也提到了几个 我们其实都很关切的议题 事实上 我们知道的第一件事情 像日本福岛核灾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到底有没有存在 台湾有没有标准作业程序 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老师刚才也提到了 台电基本上 它为了创造所谓的世界气息 它从来不按照这个来做 这个我想在台湾生活的人 我们大概也很熟悉这种概念 大家都每次都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标准作业程序 是做给人家看的 从小政府就教我们说谎 我想柯导偶那一天 在网路上发表一个 跟他的感言就在讲说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 都学来的参考数就要藏起来 然后读学问我们说有没有补习 我们都说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另外一个 我也比较常举的例子 就是说 台湾人去看电影 我们都有打座位 那老师在美国待过就知道 美国其实是不打座位的 就是大家找到的找进去看料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常常就是 我们有些犬规则 我们如果进去戏院看 没什么人 那个打座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就是乱做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都是 就是说 在在的凸显 科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按照程序上来做的时候 我是确保在这个流程过程里面 一些可以被控制的因素 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 常常都讲说 控制相跟因变相 我要先控制一个environment 我才能够去test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显然我们在台湾的状况是 我们连这些的control都没有 那更不用讲说 像刚才老师提到辅导的事件 有很多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 怎么可能会一次地震 就把所有的备用电力全部都崩解 好 那崩解完之后 原来我们设想的 所有很多很安全的 种水都不会 水都不会跑掉 水会继续循环 什么等等的 这些冷却系统 也都全部都无效了 这些事情 其实都在在指示 也告诉我们 除了从机率的观点来看之外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也很清楚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其实只是一个工程师的设想而已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境 刚才老师也提到 那是不是老师 我们进一步就来 就这几个来讨论 就是说所谓的标准作业程序 到底合不合理 那核灾的这些事情 跟标准作业程序之间的关系 以及核灾的后果会是什么 最主要是这样 标准作业程序 还是要有 那台湾有时候 有时候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没有follow 然后有时候是自己创造一些 天下没有人有的标准作业程序 他说我们到时候水怎样灌进去 他说到很多挑战 就是说 其他的懂核电厂的人就问他 你怎么灌 里面七大气压你怎么灌 怎么灌得进去 之类的 那他们当时都没有去想这些 所以台电偶尔也会创造一些 苦人的所谓标准作业程序 然后呢 美国原来核电厂在设计的时候 他当然有一套东西 那个就是真正的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施工品 施工的时候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台电有时候也就给他改 他说美国的设计 这个太过保守 这开什么玩笑啊 人家延长设计是这样 那核市场就是这样 然后你把它改 那核市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核市场就是我们现在讲说 他是拼装车 其实这个是最危险的状况之一 就是他是拼装车 这个意思我做个比喻 中华航空公司他说我买过很多飞机 我也有驾驶员开过很多飞机 疑似我像波音 以及像这个空中巴士 买了轮胎 买了机身 买了引擎 买了引擎 买了配置引擎 就装起来说我这个飞机就可以挥 你敢做吗 现在台电就是这样 他说因为我的经费就只有这么多嘛 就是1996年的时候 总共预算是1697亿嘛 那这个1697亿总共总预算 那在1995年的时候要开国际标 说我建整个核电厂 标不出去嘛 因为过来的都价格太高嘛 所以最后就说好啦 那我就买pods来自己装 反正我们开过这个标 我们看过人家建功过 我们看过人家建功过 说这个 这个 最后我看起来走路 是吗 不够买比赛 不够买比赛 也看起来走路 就是这样 台电厂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说好 那我就自己来开标 自己来搞 那这就是1996年5月24日 这个标案 所以 接下来结果是怎样 那就很清楚啊 他自己做监工啊 他自己做监工啊 那搞到最后 诶 怎么这个东西要这么贵 一定是 他这个东西太过保守 设计太过保守 这边改下那边改下 为了结神钱嘛 那结果呢 现在我们是已经2800多亿了 而且还要再追加 所以他 第一点就是说 当时就应该要 所谓的同胞 但是没有 这个就是标准作与城市 第一阶段就打坏掉了 那我们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1994年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差错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核电厂买是 是发电机组多少 本来规划是 是1000MW 那当时后来变成1350MW 说要1350MW 那当时 国民党的副书记长王世雄 就是王毅云的儿子 他就跟环保联盟一起 就是我陪他 我们开了记者会 就是台电 这个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首建灰首审 就是你要建的东西 不是我们审查通过的东西 那我就是要求说 要重做环境影响评估 然后要重做 经济可行性评估 那后来他就呼嚨 他说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有做 怎么做 就是 颜委会跟他套招 所以颜委会就出一张 他们就拿一张颜委会的公文 说我哪一天公文给颜委会 颜委会第二天就回了 说可以 颜委会没有开会 好 那经济可行性评估有做吗 没有做到今天为止还没做 经济可行性评估就是说 你从1000MW 变成1350MW 钱够不够 这就是经济可行性评估 钱够不够 他说够啊够啊够 好现在够吗 已经又追加了1000多余了 谁负责 没有人负责 这个 我们用这个抽象的层次来讲 就是当时没有做经济可行性评估 没有遵循 这个工程采购的SOP的结果之一 所以有些 我们所谓的程序正义也很重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 刚才高老师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 反核人士所在一再主张的 我们反对核电 其实还包括了不只是它实质上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它连程序民主跟工程上 跟科学上最根本的一个要求 我们的程序上面的标准作业流程 它都没有follow 但它没有follow标准作业流程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科学是建立在很多假设跟假定之上 我假设在这个环境我已经先控制了 所以我才去做某些实验 如果连我假设的这个环境 都不是为我所控制 或者不是按照标准程序的时候 我们从科学上的逻辑很容易推断 就是以后会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不是按照原先假设在做的 所以你不能够拿你一个不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的事情 来告诉我 然后推荣我说 其实它发生的危机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人家是这样子 不好意思 人家是这样子是人家按照ABC的流程去的 你今天是用FG的流程在跟我跑 然后你说我们的结论会是一样 我想这个在科学上是讲不过去的 我想台湾环保联盟长期以来 我们反对核能 那么我们反对核电 很大一个原因 不仅仅只是说它的风险危机 我们还站在民主的立场 我们很清楚要告诉大家 跟民主跟科学的立场 就是一个不符合科学原则 一个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以允许它继续存在 那最后我们想是不是请老师 就是从核灾的危险 最后的风险跟它的结果 我们来讨论说 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说 发生的几率很低 可是我们通常在学风险管理的概念的时候 就如同老师刚才也稍微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常感冒 可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在乎 可是发生狂牛症的几率非常的低 可是大家很在乎 那这个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对这个主体的影响 感冒 可能咳嗽 像我现在就是感冒 可能咳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好了 那狂牛症 得到的机会 当然是很低 但是很可能我就头发疼 就发疯 然后不能恢复 艾滋病基本上可能就会死人 癌症会死人 所以机会不高 但是我很怕 核灾基本上就是 会死很多很多很多人 那六月份的时候 我陪这个宜蘭县政府 到日本去参观几个地方 包括东京 包括一个100公里 包括湖岛市 包括离湖岛电厂 100公里以外的西川 这个地热电厂 好 那我们讲最后的结果 我们带着这个湖岛政策去去 在东京国会测到的背景的值 是日本背景值的10倍 10倍 东京国会 在湖岛市是20倍 在它5公里的浪昌丁是40倍 在100公里的地方也是差不多10倍 然后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那这些东西 我们平常就说 喔 核灾的时候吃点片 那这个点片是点 放射性点 点131 半衰期 半衰期是8天 那现在我们碰到的是 我们有测出来 490 跟色137 它的半衰期是30年 换句话讲 现在是胡导胡再过3年 隔了30年以后 东京国会还是日本背景值的5倍 你 你 胡岛地区60公里的 你 这个胡岛电厂60公里的胡岛市区 还是 10倍 好 那这个就是长期的 长期的影响 那这个长期的影响就 就跟 你得狂牛症一样 那狂牛症是一个人 你现在是 整区的人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都得了 得了这个危险 那你说这个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说核灾 它不只是 就是说发生的激励 累进激励 其实不小 它的后果更是可怕 所以不客气讲 现在日本正在替全世界 在做人体试验 就是胡射 对人 尤其是对小孩影响是怎样的 长期的人体试验 日本民族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我们不希望台湾也是一样 其实老师刚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也要进一步去讨论 就是说 其实老师刚才有说到说 我们得狂牛症或什么 老师选择要吃美牛 因为他觉得比较好 比较环保等等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是说 我们今天对风险的概念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个人选择权的问题 我今天有个人选择权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想要怎么样 所以我做了某些事情 我因为要出国 所以我只好坐飞机 可是 我没有说 因为我要用电 我一定要用核电厂 用电有很多种方式 好 那老师 最后是不是我们就这一点 我们来讨论 有 所以 所以我们很努力 在开发再生人员 像我最近 都一直在投入地热方面的 资料收集跟研究 就是说 这个环保联盟办募款餐会那一天 我整天所在台大灵态中心里面 就在听一个地热方面的研讨会 我想以后台湾再生能源 是可以完全取代核电的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成员高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核电的风险 发生的几率跟它的后果 我们要再次重申 核电基本上它是一个 不按照科学方式 不按照民主程序 所产生的一个高风险高危险的东西 我们希望台湾人民 透过这些科学知识的解析 我们真正能够让台湾成为一个 非核家园 免去这样子一个核灾的恐惧 让台湾人民不要像日本的人民那样子 承受着这样子一个无情的打击 好 我们再次感谢高教授 好 谢谢 谢谢教授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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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